哇, 好正啊 芝士就快溶了 下面有小腸 跟著有很多煮過的辣肉 茄汁辣肉 再加一些辣椒上去 這個就是傑少的披薩 看見都口水流 其實做披薩很簡單 一個這樣的焗爐已經可以了 哇, 剛剛焗起的傑少 自家製的披薩 正啊 好美味 不行 沖杯 奶茶喝一下 又到傑少主義的時間 今天想跟大家分享一種小食 就是你和我的童年回憶 那這個童年回憶的小食是什麼呢 就是 傑少 碗仔糍 第一 一開始就要介紹材料 這裡我浸了一些木耳 先出一出水 因為那些木耳都是菇菌類的 我們就要不斷出一出水 先出五分鐘 我們開始介紹材料 有些蔥頭 薑 蒜頭 這裡有些瘦肉 那這些瘦肉呢 就是平時呢 你們 家裡煲完湯的時候 那些湯渣呢 通常都是柴皮 大家都不太想吃的 但是這些呢 我就可以告訴你 煮碗仔翅呢 是最好的 平時你們煲完湯之後呢 如果真的這些東西 你們打算扔 千萬不要扔 用一個色袋 或者一個膠袋 包著它 放在冰箱裡 如果你要煮的時候 隨時拿出來 這樣就可以吃了 為什麼要用一些 這麼瘦的瘦肉呢 原因呢 它夠粗 坊間上面 也有很多 有火鴨絲 碗仔翅 有些人會用柳梅肉 來做碗仔翅 有什麼不好處呢 原因就是它 它煮起來的時候 它很容易在水裡 爛掉 溶掉 那你不會吃到 那些肉絲在裡面 所以為什麼 要選擇一些 比較瘦一點的瘦肉呢 第一它耐煮 第二你怎樣煮它 它都不會爛掉 一坨坨 其他肉就可能會 所以這一點 就要和大家分享一下 那這樣瘦肉呢 是最適合這個 碗仔翅 還有幾隻冬菇 一隻雞蛋 麻油 老抽 生抽 胡椒粉 花雕酒 雞湯 打獻的 馬蹄粉 浸軟了的粉絲 就是這麼多 煮這個碗仔翅 非常之簡單的 還有呢 是可以令到大家 小孩子 大人 全部都很開心的 我告訴你 因為好吃的嘛 好了 先熱鍋 然後放油 然後呢 薑 我會這樣 一大塊薑 炸到水 炸到蔥頭 炸到蔥頭 拋進去 炸生 炸香 炸一炸 炸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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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程序,那些小朋友千万要有大人陪同 才能做这个动作,因为危险 香毒不得之了 接着加水,接着吸收盖 让它煮10分钟,让它大滚 这个动作就是将材料的香味全部煮出来 煮至继,也要10分钟 我们就开始准备了 冬菇,我们切丝 木耳,我们还是切丝 这里有个钉的,这些不要爱它 因为很硬的 好了,木耳丝完成 这里我已经开始剁了一点的肉丝 全部都剁了丝 好了,先看看煮东西 现在已经煮了10分钟 接着我们就将那些材料 全部捞出来 不爱的了 冬菇丝,我们把它倒进去 先滚一下它的味道 现在加些鸡汤 可以先滚起来 好了,滚起了 将我们的 木耳丝 全部放进去 肉丝 放进去 等它在滚之际,我们就将粉丝全部剪下来 碎起来 这样,我们剪到它 碎起来 就可以了 那我们先看看 这里先 面头呢 也有很多油在这里 我们就将这些鸡汤 撇走它 那这个汤头出来 就会比较 鲜味好多 接着我们下一些粉丝 粉丝其实是很快的 煮一会儿就已经腍了 所以呢,我们这个时间 马上就可以 调味 放一点点糖 放一点点盐 放一点点生抽 老抽呢,大家要小心 你要的颜色 多漂亮 深定浅 纯粹在这一刻 先不要加太多 先放一点 加了下去 再看 麻油 这个时间 加些麻油香一点 胡椒粉 又搅拌一下 这个时间呢 我们就准备 一件事 先打一只蛋 然后我们加一点水 加一点水的作用呢 是令到它的蛋 是比较 薄身一些 和 滑一些 那你下去的时候 可能如果它很快熟的话 它就会结完一块 那有些部分没有蛋 但是如果你加了水 它就会 分得开 它的蛋丝 好了 那 在味道方面 颜色方面 全部都已经 搞定了 准备就细了 OK了 那我们就现在 把我们之前的 那些 那些 马蹄粉 搅起来 因为它沉了底 OK 那我就开始下马蹄粉了 搅着 再加 好了 我觉得 味够稠 所以我现在又加一些 生粉水 那其实两口都可以的 因为生粉水呢 它 即是如果你下了生粉水呢 只下生粉水的话呢 它可能那个 馅 不会 瓷得那么久 马蹄粉会好一些 那我会两我会两口 好了 热度方面 我也觉得 差不多了 好了 到最后 鸡蛋 我们就 先关火 关火之后 然后慢慢 很小 拌 打住 不要那么快 这样拌 这样拌 因为它们 它的鸡蛋 还没有定型 在里面 今天这一个小吃我相信呢 大人小孩 都是很喜欢的 不如今晚和你们的小朋友 一齊做一下这个小吃 我相信他们会很喜欢的 价钱又便宜 我想二三十元左右 都已經可以做到一大餐了 吃到個個開心心又多好呢 希望大家會喜歡我這次為大家做的 這麼簡單又價廉物味的小食 記得訂閱我 結笑主意 拜拜 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